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诸善和尘之根 真是难能可贵 佛所讲的就是指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过去生中的事情 所以虽有善根 往往没有遇到善缘 那也不起作用 有善根 有福德 遇不到善缘 那也很可惜 这一生又要空过了 以弥陶经常讲的善根 福德 应缘 这三个条件 缺一个都不可以 一定要遇到善缘 善缘有两种 一种是遇到真善知识 是你接触到的正法 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条件 第二呢 你遇到的好的同餐道友 彼此在一起 互相勉励 成就道业 这是我们常讲的私有 有老师 没有好的同学 很困难 菩提道上会非常辛苦 尤其在这个时代 《楞严经》上所讲的 末法时期 《习思说法如恒或杀》 许多人都在说法 听听呢 好像也蛮有道理 其实似是而非 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 意志不坚定 很容易动摇 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 变成自己修成的修行的障碍了 所以善知识跟好的同餐道友 是我们这一生能否成就的重要因素 这是要知道自己善根非常深厚 决定不能够自泡自欺 自泡自欺太可惜了 要把握这一生大好的英语 决定要成就 凭什么 凭我们固执身中深厚的善根 凭祝佛如来 本院微神的加持 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没有不成就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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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